当年红发香克斯被进海之王咬断胳膊后 很多观众都对着一幕感觉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如此强大的红发 会被一只普通的海兽把胳膊给咬掉 然而等到两年后的陆飞来到愚人岛后 韦田老师随手埋下的一处伏笔 立马为我们揭示出来了事情的真相 那就是海兽们拥有着领先版本的无上打牙齿 两年后的陆飞虽然学会了武装色霸气 但是面对过低牙齿的时候他依旧受伤了 韦田老师见陆飞吃口 表示说武装色霸气虽然可以承受打击 但是陆飞现如今的霸气强度 是没有办法应对愚人的无上打牙齿的 要知道当时陆飞的武装色虽然没有达到顶峰 但是面对一些普通人的刀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另外面对明哥的各种技能也能够完美防御 甚至面对格力甲这种选手的回刀斩击 那都是可以用武装色霸气完全扛下来的 然而该等级的武装色霸气扛下了那么多的攻击手段 却唯独没有扛下愚人的无上打牙齿 所以见得无上打牙齿确实不简单 如果换算到游戏当中来解释这种奇怪现象的话 那就是无上打牙齿拥有着物理穿透的效果 假设陆飞开启武装色后的防御力为1000 而后像市民跟格力甲等人的攻击力为800 故而这样防御下来的话是非常正常的 而后无上打牙齿虽然攻击力只有100 但它能够无视当时陆飞的初级武装色直接进行穿透 故而陆飞制裁时置信地受到了100点伤害 因此同为海洋生物的近海之王也有可能是一样的原理 如果说过提阿龙只能穿透普通武装色霸气的话 那么近海之王肯定是可以穿透最高级的武装色霸气 因此红发配断笔的问题也就很好的远了回去 其实他本人当时用了最高等级的武装色 但近海之王弄无上打牙齿依旧可以穿透直接造成真伤 另外阿龙在东海雄巨方多连的原因也找到了 东海虽然被称之为和平的象征 但是除了阿龙之外 没有海贼感像是他那样明目张胆的统治村庄 巴基选择了一个人口稀少的橘子阵台得以安稳存活 而后科洛则已姓埋名生活在了西罗库村 克里克海贼团因为没有固定办公地点的缘故 故而一直游荡于大海之间这才得以在东海生存下来 而后阿龙就不一样了 他直接占据东海大大小小二十多个村庄 明目张胆一可可西亚村位总部成立了阿龙帝国 之后长达八年的时间当中 他认识生活的风生水起完全没有人敢惹他 作为和平象征的东海之所以只有阿龙敢如此猖皇 现如今看来的话可能也是因为他有无上大牙齿的缘故 无上大牙齿除了可以无视物装色霸西进行穿透 他甚至还可以抵消掉无上大炸弹毫发无损 因此面对着这样领先版本的无上大牙齿 使用炸弹又或视物装色作为攻击手段 又或是此生的身板比较脆的暴 那么在无上大牙齿面前是完全讨不到任何好处的 他不正面对决的话确实是可以暴打阿龙的 但怕就怕阿龙利用他的无上大牙齿和塔佛打赌 因为海贼王中的正派和反派之间经常会出现打赌的场面 比如索龙和贝鲁媒婆曾立下狗约 那就是他只要能不吃食物喝水能活一个月的话 那么对方就会放过他 然而最终索龙还是被对方给欺骗了 另外山芝也曾和科里克进行过约定 那就是给他饭之后他承诺说会乖乖离开 但是只饱饭后科里克最终也毁约了 另外阿龙也喜欢和那枚打赌 那就是攒扣一亿的话就会让他赎回村子 因此面对卡普的话阿龙极有可能也和对方打赌 那就是卡普可以随便用炸弹进攻 如若他防御出了那么就算是卡普输掉了赌 而后他也可以随便用无上大牙齿进攻 如果卡普没有防御助神版被咬出血的话 那么卡普就算是输掉了赌 因此卡普虽然可以正面报答阿龙让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但只要他上当和对方达成了这种约定的话 那么他本人必输无疑 因此也可看出伟田老师的伏笔确实是埋得太深了 他简简单单的一个普丁 就立马把红发蛋皮的问题给圆了回去 除此之外 卡普放任阿龙八年不管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好了 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